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展开的所谓打黑运动制造了很多冤案 其中最引起轰动的当属北京律师李庄案 为涉黑团伙成员辩护的周立泰律师则认为要防止重庆打黑运动扩大化 据报道薄熙来在重庆打黑逮捕人数估计多达5万人 但判刑者至今只有1.7万人 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指出 已判刑的也可能有冤案存在 明显违反法治精神 担任薄熙来常言法律顾问的赵长青为商人李强辩护 他认为公诉机关对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的指控证据不足 周立泰律师认为 要防止重庆打黑运动扩大化 我要强调的要防止运动化 避免扩大化 要区分一般形式犯罪与黑社会性组织犯罪 在李强涉黑团伙案中 周立泰担任团伙成员李志刚的辩护律师 在长达10页的辩护词中 周立泰否定了所有检方对李志刚的指控 李修武是逃到海外的重庆民体老板李俊的哥哥 去年12月 法院判处李修武18年有期徒刑之后 最近二审维持原判 赵长青为他做无罪辩护 他认为李修武不是黑老大 他的案件应当发回重审 新唐人记者台云 特约记者王茜采访报道